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尼泊尔突然想起中国的好处 当年他们进入西藏烧杀抢掠 可清军到来时他们一投降 乾隆皇帝竟然同意了 抢到的东西相当于百简 于是被英国欺负之后 尼泊尔又想来找清朝寻求庇护 不过这时的清朝已经到了末期 没有乾隆时代那么强大了 但至少说明尼泊尔对中国还是心存好感的 后来到民国时期 袁世凯作为真正的掌权者 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 于是袁世凯就邀请尼泊尔 并入中国版图 按照袁世凯的计划 他打算来个五族共和计划 就是把汉族、满族、蒙古族、魁族、藏族团结在一起 因为藏族是跟尼泊尔接壤的 所以袁世凯打算收编了尼泊尔 当时尼泊尔也是想加入中国 至少能抱上一个大腿 这本是一桩两情相悦的事 可英国却从中作梗 对尼泊尔加强了控制 结果尼泊尔想加入中国的愿望落空了 彻底成为英国的傀儡 民国时期的英国很强大 作为八国联军中的议员 应该之前就在中国这边捞了不少好处 他们也清楚中国当时的实力 而且庚子赔款都还没有赔薪呢 所以英国才斩制高气养 当时的袁世凯也明白 中国目前也不是英国的对手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打算收编尼泊尔 自然也就跟着放弃了 如果呢 初步是英国阻挠 按理说 尼泊尔如今的领土都应该是中国 而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都处于中国境内 这样我们将去爬喜马拉雅山 就方便很多了 可惜历史没有加入 发生了就发生 这能说有点遗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权尔如今的领土都应该是中国境内 我手就不能加遇落 我来说 我的领土都应该是中国境内 但是我还能看到 我肯定是中国境内